歡迎收看特殊英雄 瑞士英雄 我是戴白星的KHR 今個星期我們不是講新的資訊 我們就回來講一下遊戲怎樣玩 因為陸陸陸續續都有不少朋友已經入手了心目 又或者有些異幕的朋友也回鍋回來再玩這個遊戲 我想也是時候可以講一講這個遊戲入門玩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 玩了異幕和心目一段時間 其實遊戲的基本概念也沒有變 所以也有一點心得或者意見給一些新手玩的朋友 第一件事我自己會覺得有幾件事要注意 分別就是如果你要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一開始有那麼多角色給你去選擇 很多時候都未必那麼容易處理得到 所以我會建議一開始選定一個女神 然後由那個女神開始玩起 將他配合不同的女神去做一個砌帝的練習 或者跟別人打 務求熟集其中一位女神 其實在你的砌帝的過程裡面 因為你會配其他的女神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你都已經 開始對其他女神的特色掌握得到 慢慢慢慢你自己玩起來就會得心慶手一些 另外第二件我覺得一定要了解 就是每一個女神的攻擊距離 因為其實這個遊戲 攻擊距離基本上是代表著一切 因為如果你不能夠攻擊距離 如果你的攻擊距離不能夠觸及到 基本上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了解攻擊距離是首要的 其次就是要了解每一個女神的特色 譬如有些女神有些特殊的能力 我們一定要知道 並且去防範 我們才知道每一個女神如何應對 最後這也是我們可以叫做一個短期的目標 就是要了解每一個女神 他有一些key card 譬如某個女神如果我們落這個女神刮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這張卡 而這張卡也是一個很主要的策略手段 我們一定要很快地掌握得到 我剛才說的以上總送 我相信如果你有肯花時間去看我之前 那麼多集去介紹每一個女神 其實已經可以掌握得到大部分 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選擇一個女神之後 去看影片 去了解每一個女神的特性 當然我都說得明白 這是我的意見 可能很多朋友都會說 我一開始都是喜歡亂組裝 隨便把女神出來練習 都可以的 不過我只會覺得 這樣一隻女神去練習 成效會比較大一些 好了 有什麼推介新手去接觸的呢 其實官方都做得很好 因為他在心目裡面已經分了基本和達人 其實也表現給朋友知道 其實哪四個角色是最容易使用的 但留意了 最容易使用 但不代表他們不強 只不過他們要去學 怎樣使用 是比較短一些 但其實很多 我們剛剛 六月初的比賽已經出了 其實這四個角色 雖然刀、筒、剃刀和線 雖然叫基本角色 但很多冠軍級人物都是有用的 這四隻會是官方推介的四個基本 但有些人說 這四隻比較直觀 我想要有一點變化 我想要有一點變化 我個人都會推介這三隻 分別是忍、散、閃、爪 為何推介這三隻 首先這三隻的攻擊手段都比較直觀 即是我們不需要搞很多東西就可以打到人 另外他的卡牌或系統上都很容易比較理解 第三就是他配合其他角色的雙配性是容易的 即是基本上他配其他角色是容易去組裝的 這些都是一個新手去接觸遊戲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所以這三隻我只會推介給大家 另外剛才說到我們要了解他的攻擊距離 我現在就很簡單把新手的12隻角色的攻擊距離做一個很簡單的分類 但留意這個分類不是說他們只在這個範圍打到 只不過是他們打到封分 又或者是他主力的卡牌會在這個攻擊範圍裡面 其中要留意幾樣東西 例如山和尖的兩個角色會變身 變身前和後的攻擊距離是不同的 這要留意 另外下面那四個全距離 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他在不同的距離都有不同的攻擊牌 所以就很難分在上高哪個位置 而最後就是洛就是齒輪 他就沒有距離 因為嚴格上來說他沒有攻擊牌 而他的攻擊也是直接扣血 就不會因為你有任何距離而受影響 所以我就編他為一個無距離的組別 這次我這個入門編 我最主要就是講了這些基本的東西 如果你們對於新手玩起來有什麼問題 歡迎你也可以在留言裡面留下 我看看會不會再可以在新手入門裡面 給你更多的意見 或者再拍多一集去講其他的內容 那今集呢 雪姨熊Sir 閃紅來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